和山廠一號機 預定7月27號停機廚藝 電廠周邊四名鄉鎮長 不分黨派 一致力挺研議 他們說世人曾在兩個月前 一起討論過 說是考量整體用電問題 但他們也不諱言 每年2億4千萬元的 木林回饋金 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其中恆春鎮分得1億2千萬元 造就他成為全台 數一數二的福利大陣 只是研議真的是 地方居民的意見嗎 當然是台灣有夠停留研議 不然你不夠停留 你也停留 我比較有幽靈 原意一下大家也不用更煩惱 沒有電源到中 但是我們這裡的客家 都在那裡想我 比較煩惱 有時候輻射外線 那麼多年來 應該使用應該擺 一號機也會預計在下個月 7月27號停機 那相關的一些用電的需求 平中縣政府現在努力的 就是來做更多的綠電 地方居民傾向支持核三廠 一二號機研議 縣長則是強調將會配合中央的最後決定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